上求佛道,下化众生,实际上就这个八个字,一辈子都不一定做得到,但是呢,也可以做到,希望是永远做到。 当你有这个上求佛道的心,当你有这个下面度化众生的心,实际上你已经是在行菩萨道了。 我们要心无言辞啊,起同体悲啊,也就是说,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,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妻子,不是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亲,不是因为他跟你是好朋友,你才帮他,你才慈悲他。 实际上我们看见所有的人,我们都要起这种慈悲心,犹如观世音菩萨一样,这就叫无缘词啊,无缘无故的去帮助人家,这就是菩萨。 同体悲,同体悲,讲的是,人伤我痛啊,比方说,某个国家打仗,报纸上报道,有多少人因为打仗,受到残害,断胳膊断腿,很多人死了,像这些,你难过不难过。 如果你难过了,就是同体悲,如果你觉得这是人家的事情,跟我没关系,这就说明,你这个人没有同体慈悲。 什么叫人伤我痛啊? 人家受伤了,我心里很难过,那就叫人伤我痛啊。 所以,我们学会在人间,要心无缘词,起同体悲,而且我们不要住在色生香味处法而行布施啊。 如果你在布施当中,你有目的地的布施,实际上,你就是在色生香味处法当中行布施。 为什么? 你有目的的布施,就不行。 很多人劝人家买这个,买那个的时候,如果真的为人家好,那就叫无缘。 没有缘故的,我不为自己的利益所迷惑,我在帮助众生。 很多人帮助人的时候,意念已经很差了,他为了赚人家的钱,他为了达到自己某一种目的,而行布施,那个就是你住在色生香味处法里边。 所以,我们不要住在色生香味处法。 这样的话呢,你才能行六度万行啊。 六度万行就是波罗啊,就是有智慧的布施啊。 这样的话,实际上就是要你度脱一切众生啊。 什么叫度脱一切众生啊? 把所有的众生,全部都要救度他们。 你发此愿,你做此行,必能得到有此果啊。 这个果报就是你救度一切众生。 你就是菩萨界。 所以,当你境界上到了菩萨界的时候,你基本上是心想事成啊。 有ucker。 什么的呢? 我喜欢你买的路由已。 ここ就是一切众生的。 事情是我们以为那会是一切众生的。